今晚深喉嚨 又多深 化多深 像我今天穿的這個 就是今年非常流行的拼接的風格 然後用皮件 然後拼接像今年很流行的酒紅色 什麼樣的衣服 該搭配怎麼樣的飾品 一人WePay教明星傳達 很有自己的想法 甚至還從中找到賺錢的方法 兩個月前 WePay更在東區租下15坪店面 砸200萬 經營起副業 最大優勢是我在店裡的時候 或是我妹妹小豬在店裡的時候 我們都會幫客人做整體的穿搭 你可以把你家的衣服拿過來 我可以告訴你 怎麼樣可以搭成像明星的樣子走出去 不只會賣東西 WePay理財也很有一套 為了存錢 她提自己開了五個帳戶 撥出部分薪資 做旅遊 投資 不動產 生活等開銷規劃 原本是月光族的她 從2009年戶頭存款只有一萬 成功晉升到有可一族 因為就在兩年前 WePay存到了400萬頭期款 在內湖置產 我自己會關心的股票 大部分都是 我不太做 因為我心臟比較小殼 所以其實我大部分投資的標的物 都會是跟國家比較息息相關 明星們在演藝圈有一片天外 也會投資經營其他副業 像是藝人王安民 同樣也在東區 租下15坪店面 自創起銀飾品牌 而王安民不只砸了1500萬 還自己兼當設計師漢 代言人 有事業心還得要有生意頭腦 王安民也成功讓年業額開出紅盤 無論是投資還是金錢關心